第三溪體,某湖泊夏天時湖水表面溫度為30度C,冬天時湖水表面溫度為2度C,則在夏天與冬天時湖底水溫為和,我們曉得水的異常現象,在4度C時體積最小,密度最大,密度最大會沉在最下面,所以湖底溫度我們就可以設為4度C,湖底溫度設4度C,就比夏天的30度C來得低, 就比冬天的2度C來得高,所以第三溪體問我們說,則在夏天與冬天時湖底水溫為和,我們答案選的是C,夏天時低於30度C,冬天時高於2度C。